猛男打了抛光后 浑身都是不拎不拎的 斯塔金丢下菜刀 朝着闪闪发光的阿鲁走去 阿鲁一下子变得这么闪亮有光泽 肯定是保时偶的作用 而且他的细胞正在进化 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斯塔金让小巫师给他解除压局超过 让他能百分百体验战斗 小巫师犹豫不决 那可是阿鲁啊 万一真的受到他的攻击 那损伤可就无法估计了 斯塔金态度很强硬 现在立刻给我解除 阿鲁走上前为了斯塔金的大名 斯塔金还告诉他 他已经解除了压局超过 这样物理攻击会百分百传达到自己真身 阿鲁看出此人不简单 这份从人淡定就是他的战斗力 稍微凌驾于GT机群之上的证据 话都说到这儿了 还是先开打吧 吃了饱兽的阿鲁肌肉暴涨 浑身无邪可击 斯塔金的搅拌机群 落在他的八块伏击上 完全没有任何攻击力 阿鲁的手变得像刀一样 拉起黑毛鸟人的手 就咔嚓咔嚓乱砍 阿鲁还不解气 继续加重力道 机器手臂被狠狠砸断 斯塔金疼痛难忍 想用激光炮一决胜负 阿鲁拿根给他反应的时间 冲上前就是大耳巴子攻击 让他体验了一回 纠结耳巴大风车 斯塔金走投无路 想用削皮攻击 阿鲁却毫不费劲地猛冲过来 五连钉拳种种 砸在黑毛鸟人身上 遭到重创的斯塔金浑身漏电 但阿鲁仍旧不肯放过他 真男人打架 就要拼个你死我活 但斯塔金语气并未和缓 高高在上地说道 宝石肉好吃嘛阿鲁 哼哼 总有一天 我也会把宝石肉搞到手的 再会 下次就用真身跟你决战 阿鲁早就摆好了战斗姿势 下次的事 下次再说 这次难道想装了逼就走吗 那就挨下这十连钉拳吧 实际重拳 落在黑毛鸟人身上 打得他当场爆炸 变成一堆废铁 被传感的斯塔金伤得不轻 摇摇晃晃地走出了控制室 这仇他先记下了 阿鲁从未用过极限的十连钉拳 手臂也受了很重的伤 小松泪流满面 扑通一声跳进阿鲁怀里 阿鲁担心地看着倒滴不起的铃 却听到了铃的声音 豪华的晚餐就要开始了 原来铃还活着 阿鲁一把甩开小松 抱着铃起身 现在该回去了 对了 还要戴上 稀释针修宝石肉 正巧 此时长毛象独笑过了 毛躁地摇摆着身子 萨尼担心阿鲁他们有危险 着急地直跺脚 可可回头 看着萨尼 相信才是美对吧 你真是越看就越美的男人呢 随后 立加鲁长毛象打了一个喷嚏 将阿鲁他们 连同宝石肉一起喷了出来 将阿鲁他们还活着 萨尼又惊又喜 忙用发网接住了宝石肉 阿鲁落地又吵又闹 这会儿 萨尼才注意到 妹妹灵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急忙用发手术 看专业治疗队的作用 可可知道 最早看到的死相是阿鲁的 在长毛象体内的一小会儿 他曾电子波中断过 但他克服了死相 进化后回来了 在这边 欢庆战斗胜意的时候 泰里骑着墙头扫逆龙来了 紧接着 长毛象幼崽 也在集祀的诱导下 来到这里和长毛象妈妈团聚 但长毛象妈妈 并没有原谅阿鲁他们 而是一个劲儿跺脚 想踩扁他们 一群人急忙飞奔 跑回研究所 刚刚亲亲了 现在该干嘛呢 灵激动的贴到阿鲁身上 还说 多亏了阿鲁给我那个 我才能活下来 阿鲁很萌圈 你在说什么玩意儿 灵娇羞的说 我们可能 不再是普通的关系了 萨尼等人不明所以 但看得出 吃了饱所有的灵 现在非常健康 完全没有性命之忧 可以准备豪华晚餐了 曼恩萨鲁所长 会见了埃及欧副会长阿茂 商量将四天王之一的 泽布拉释放的是 泽布拉是双人舰 它能作为极强的战力 为埃及欧效力 但因为太强了 不好管控 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所以要不要把它释放出来 需要非常慎重的裁决 与此同时 阿鲁他们正在享受 宝石鹅的美味 宝石鹅光芒闪耀 香味扑鼻 每个人都被宝石鹅的美味折服 吃完就像行走的 电灯泡一样闪亮 这就是传说中的美食 不管哪个部位 都能让人百分百满意 小松还操起家伙 把宝石鹅惊喜加工了一下 味道变得更醇厚可口了 吃完光辉更加耀眼了 阿鲁心满意足地举杯赏月 还决定 把宝石鹅当人生菜单的主菜 萨尼却制止了他 阿鲁回头 差点被萨尼身上的亮光闪下 这会儿他们才注意到 吃了宝石鹅的萨尼 才是现场最耀眼的人 可可猜想 恐怕是宝石鹅 顺利地适配了萨尼的美食细胞吧 连头发丝 都在散发刺眼光芒 好了 可以把灯关了 连电费都省了 阿鲁再次重申 要把这道菜 当做人生菜单中的肉料理 萨尼却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看自己 浑身散发的光芒就知道 宝石鹅选择了自己 他决定把宝石鹅做祖菜 谁也别想抢 阿鲁骂骂咧咧 这跟闪耀肚有半毛钱关系吗 小松一个头两个大 他们两人的全套菜单 都加入宝石鹅不就行了吗 吵架中的萨尼和阿鲁 立马停下说明 他们绝对不允许 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讨厌食材跟别人一样 然争执不下 这件事就这么草草过去了 宝石鹅事件两周后 阿鲁发现了大问题 泰莉是天生王者 对寻常食物根本不感兴趣 逆龙倒是不挑食 什么都吃 但泰莉不吃饭可不行 于是阿鲁便出门 为他找对胃口的菜 这边在可可等人 苦口婆心劝说下 回归五星酒店主厨身份的小松 被事物局长约翰内斯找上门 小松本来有非常不错的做菜手艺 再加上有阿鲁松的洒油神器 厨艺大有长进 所以还只有希望小松 能帮忙料理美食 拿下多艾姆总统 这位总统先前被绿毛鸟人假扮 现在还在气头上 因此在美食首脑会谈上 他大发脾气 一个人反对非常重要的美食法案 如果有人不赞成 法案就不会通过 都说要抓住男人的心 就要抓住他的胃 所以他们才来拜托小松 做最好的料理来抓住他的心 他们选定的食材是 捕获等级威二十 有名身害公主的美人金枪鱼 这种鱼不仅颜值高 而且味道棒 多艾姆总统最喜欢吃金枪鱼肥肉 所以他们准备投其所好 用极品金枪鱼肥肉 金枪鱼鱼翅做料理 讨好它 这么大一条鱼 怎么也得找口大锅来炖吧 不 天才煮出小松不需要 因为这条鱼只能取下 二百颗的金枪鱼鱼翅肉 而且捕捞上岸七天后 味道最鲜美 过了七天 这鱼就不能吃了 小松压历山的 便到市场去寻找美味的酱汁 萨尼带着一大堆大理石原料 准备去美容食材 和实施齐全的治愈之国 他要把这些颗卖掉 去护理他那五彩斑斓的秀发 但妹妹这一天 吃吃傻傻的样子 让他有点无理吐槽 阿鲁带着泰丽 一出门就遇到了 送上门大餐 飞鸭 阿鲁紧用三连钉拳 就干掉了一只 然后迅速砍树 做烧烤架 鸟很大 用一整根树 做烧烤架不就行了吗 阿鲁看着滋滋冒油的烤鸭心 兴欢怒放 然而泰丽却闷闷不乐 看都不想看一眼 阿鲁只好独自享受 不多时 他就啃满了一整只飞鸭 普通烤鸭吃到这就算完了 但对于飞鸭 还得多加一步 那就是煎炸他的骨头 炸得焦香酥脆的骨头 吃起来就像咖吱咳吱的薯条 阿鲁被美食诱惑 吃得光滚滚的 但心里还寻思着 来点饭后甜点 他找到了一棵白苹果树 轻松一摇 却搞到了不少白苹果 此时 懂事的泰丽 还抓回来了知识兔 阿鲁想把知识兔让给泰丽 可泰丽仍然不肯吃 无奈 阿鲁只好找石梦帮忙 石梦告诉阿� 豆狼原本就生活在美食界 泰丽食欲不振 可能只是单纯因为 这个世界的食物不合口味 泰丽是科隆体的孩子 那在他的DNA里 也许会有在美食界时 喜欢的食物的记忆 除了当前人类界以外的 其余大陆 全都被称为美食界 也被称为为之食材的宝库 因为太过危险 普通人不能涉足 但为了泰丽 阿鲁想去美食界冒险试试 石梦却说 现在还没必要 因为有人向他们 卖出了美食界的食材 BB爆米花 这是以前美食贵族 作为典型的爆米花 是美食界的萌兽们 喜欢的古物 只不过 他阴差阳错的 在人类世界结出的果实 还被那个神秘老头找到了 从石梦的描述中 阿鲁猜到 那位最熏熏的老爷子 是点穴大师次郎 BB玉米 拥有压倒性的香味和浓郁 只要一粒 用强火后翻炒 玉米力爆裂后 立刻就能变成 足够100人吃的爆米花 交易也是以一粒 数十万为单位进行 都是完整一颗 零售市价 至少要十亿以上 简直是玉米之王 泰丽一定会喜欢的 阿鲁一脸兴奋 都打算付款了 石梦说 可惜已经没有了 被人中途买下来了 不过 他知道捷御米的地方 就在那遥远的西边 被称为 物质大陆的物质丛林 那是一片栖息者 连凶暴猛兽 都捕食的肉食性植物的丛林 是一片植物的地狱 一听到地狱 阿鲁就来劲了 我啊 就喜欢跟珍珠有意思的活 在市场寻找 金香鱼酱汁的小松 也见到了石梦 告诉他 自己在厨房研究了几天 都找不到合适的酱汁 他必须在五天内 完成这一重大任务 这时 到处寻找阿鲁的蒂娜 找到了小松 前段时间 他虽然拍了很多素材 但泰丽作为 唯一一只现存豆狼 不能播出 而宝石鱼 又因为国一闪耀 都没有拍好 总之 先前拍的素材 是一点都不能用 所以 他要找阿鲁和小松 拍新的素材 小松也不知道阿鲁去哪了 好些人石梦告诉他们 阿鲁两天前 去了物质丛林 小松猛然惊醒 物质丛林 生长着 可以做物质新酱汁的果实 那个果实 应该能做出 配得上金香鱼 鱼吃肉的酱汁 于是 他决定去物质丛林 寻找阿鲁 蒂娜也决定跟着他们 捕捉独家新闻 事不宜迟 小松直接叫了 埃及鱼的飞机启程了